大家好 平安 我是黃聰明醫師 最近網路上有一個讓大家很驚訝 很緊張的消息 就是 簡單來講就是這個致癌物質呢 放在很多的辣椒粉裡面 然後就各式各樣的加工食品 通通都中標了 蘇丹宏本身他的毒性 或他的致癌的性質 今天我就不討論了 但是在前一陣子有一個網友他的留言 讓我跟今天這個新聞連在一起 簡單來講有在追蹤我們頻道 應該都知道我們KIT系列 曾經講過一個跟甜食 會影響到小孩的這個發展相關的影片 那這位家長血腥癌他很困擾 他說他自己就是一個臨時的愛好者 所以呢 當他跟家人分享這樣的一個影片的時候 他自己壓力很大 因為 所以今天我想藉由這個新聞事件 跟這個網友的留言連在一起 到底為什麼我們會這麼的依賴 這些加工的食品 拆開來裡面卡滋卡滋好吃的東西 來融入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帶給我們快樂 這件事情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 商業上是怎麼運作 我們大腦是如何被騙 而最後我們應該怎麼樣去脫離呢 非常多的科學研究都告訴我們 如果你在食物當中使用某些色彩 或是使用某一些香料 或是提味的東西 會讓你的整個食慾打開 就以這一次蘇丹紅為例好了 我們先講辣跟紅 2023年就有一篇研究 我隨便上網查一下 他們就是使用紅色或橘色的色素 相較於藍色或綠色的色素 去染這個 披薩 冰淇淋 還有杯子蛋糕 發現這三種完全截然不同的食物 只要上了這種暖色系的色素之後 想要吃的人就是會變多啦 辣更不用講了 這個不用做實驗 每一個人都有經驗了 東西一加辣 感覺食慾就開了 我看到2010年 根本他跟大學就有這樣的一個研究 他使用辣的這個香料 去提這個甜的味啊 或是鹹的味 就其他的食物 只要增加辣的風味 哇 他們對於這個食物的接受度 食慾就會增加了 所以你看 科學就已經告訴我們 不管是紅色系 或者是辣的味覺 也真的會讓我們想要吃它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蘇丹宏加在辣椒粉裡面是一個絕配 又是顏色 又是味道 加在任何的加工食品裡面 你都會買單 你都會很刷除 一口接一口 但我最近看到一個特別的研究 蠻有趣的 就是辣這件事情可能我們改不了 但是 紅色 真的一定跟好吃連在一起嗎 我們可以立刻想像到很多 我們喜歡吃的東西 明明就不是紅色嘛 譬如說 藍莓啊 譬如說把辣啊 所以他就特別做了一個 相反的研究 他把食物呢 先上紅色跟藍色 兩種不同的色系 然後 分兩組 一組呢 先跟大家分享說 研究顯示 暖色系食物 會讓你食慾大開喔 讓他們被洗腦之後 再端出 紅色跟藍色不同的食物 結果發現 曾經被洗腦那群人就說 對 我看到紅色的 我就心臟跳跳跳 我就很想吃它 可是如果沒有經過這個洗腦的過程 直接就端上紅色跟藍色食物的時候 好像大家對於那個食物的接受度 並不太會被顏色所影響 換句話說 是誰讓你的大腦覺得紅色系暖色系的食物好吃呢 吃那些食品加工的廠商的包裝嗎 還是你從小看到的這個電視上食物的廣告嗎 還是那些餐廳拍下來食物的照片 通常都往這個暖色系走 然後讓你對於這個食物跟顏色的連結在一起呢 我想這都有可能 但總而言之 我們的大腦其實並不是不能被改變的 如果今天我告訴你說 紅色的東西並沒有比較好吃 甚至我做一個假的研究 告訴你說 其實藍色系的食物比較好吃 也許假以示日你也會開始覺得 大腦覺得說 對啊 藍色食物吃起來很涼快啊 很舒服啊 然後漸漸你就會喜歡藍色的食物 所以我們人的大腦其實是很容易被操控的 不要讓我們的大腦被這些廠商端出來的照片 或者他們端出來的這些形象的這些廣告 所誤導了 事實上食物的好吃或不好吃 不在乎它的顏色 也就是加入蘇丹紅這件事情 因為它跟辣沒有關係 它只是加在辣粉裡面 它只是為了讓顏色變紅 這件事其實根本不應該存在 根本不應該添加 這也是許多無添加活動倡議者 他們所說的訴求 食品添加物不是全然的惡物 有些東西真的你不加食品添加物 它容易有細菌感染 容易有一些風險 但食品添加物只是單純為了讓它顏色變好看 對你的這個食物的安全一點關係都沒有的時候 它不應該存在在我們任何的食物裡面 好那我們回到新聞本身 看到新聞上列出這些被添加蘇丹紅的零食 可能你看了就覺得 哇好多都是我以前常常喜歡吃的 也許這一段時間你可以忍住 喔裡面有自癌物質 我還是少吃一點好了 但能夠撐多久 一個月 兩個月 半年 還是你這輩子都不吃呢 就像那位聽友那位網友媽媽所留言的 他希望孩子能夠過健康的生活 可以不要再吃垃圾食物 不要再吃甜食 但他自己那個內心的糾結 就是我好多快樂的回憶 是跟這些事情綁在一起的 我真的戒不掉 在我之前跟宋彥仁醫師合作的一個影片當中 宋彥仁醫師說 其實在他的減重門診 有非常多的病人 因為肥胖的病人 跟他表達同樣的情緒 就是我戒不掉 那宋彥仁醫師很明白的跟這些病人說 其實你這個就是一個成癮行為 別人說我是成癮 然後對 所以你不要覺得難過 好像你戒不掉是有問題 其實不是的 是你對這一些食物 已經造成心理上的依賴 它是一個成癮行為 這樣的話 你要戒掉那個癮 其實就跟戒煙戒酒 是一樣困難的 那你知道它很困難 你就要花兩倍的心力去面對它 所以用這樣的角度 你就不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 好像跟我是有情感上連結 不 是這個東西 是個成癮的行為 我要戒除它 它是需要專業的人 是需要幫忙的 事實上大家如果搜尋黃聰靈 然後搜尋成癮 跟搜尋垃圾食物 你就會找到 我寫的這篇文章 當時我引用密西根大學 心理學家 Ashley Gearhart教授 她所說 成癮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你會去找 第二個就是你使用的時候 心情會感覺平靜快樂 第三個是你會隨著時間 慢慢增加劑量 而他說吃甜食 跟吃垃圾食物 其實很多人是符合這三項的 也因此 戒斷甜食 戒斷垃圾食物 是需要專家幫助的 在英國有位心理學家 就設計了三個月的 甜食戒斷課程 他藉由低碳飲食 心理治療 然後最後慢慢成功的 降低這些參與者 對垃圾食物的依賴 那表示 它是一個成癮行為 經過治療 它是會成功的 那當時我也問了一下我身邊的精神科醫師 他們說在台灣其實沒有 所謂這種 戒斷零食 戒斷甜食的 這種成癮班 但是未來或許我們都很需要 但是需要這個戒斷零食 或垃圾食物的成癮班 的第一步 是這一些很愛零食 垃圾食物的人要 承認自己是有癮頭的 他才會去加入這樣的一個課程 然後才會得到專業的幫助 那最後我引用一本書 叫做《欲罷不能》這本書 雖然這本書講的是3C的成癮 不過這位作者是 亞當奧特斯普利斯頓大學的 心理學博士 他也在裡面把自己有成癮行為 如何自救 做了一個簡單的介紹 他說當一個人沒有辦法 借斷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是有幾個過程 第一個是他看到 這個會讓他成癮的東西 不管是垃圾食物還是零食 還是這個又香又辣的這個點心 他看到了勾起了他快樂的想法 於是他就執行了 他吃的時候感覺心裡平靜 然後他得到大腦的新快感 下一次看到這個食物 他又會再想起來 他又想再走一遍 這就是一個假設是對食物成癮的 這樣的一個循環 所以他說當一個成癮行為 我們第一步就是不要看到他 如果今天你回家的路上 會經過這一家 甜點店 蛋糕店 或者是Seven 你就繞路 你不要經過 你不要看到 如果你的櫃子 裡面有放這些食物 你就先丟光光 先清空 你不要看到他 這是第一步 不要去trigger 不要去誘發 你的那個心快的感覺 的第一步 不看到之後 你要找另外一個東西 取代那個快樂的感覺 也就是說 這個吃垃圾食物 讓我心裡平靜 那我現在有沒有別的方式 也讓我心裡平靜呢 他可能是跟你的好朋友聊天 可能是運動 甚至可能是看劇 當然我知道 有可能又因此而這樣子 又迷上了3C 但至少你先跳脫出 那個讓你欲罷不能的事情 找另外一個新的活動 來讓你得到相同能量的心快感 平靜感 喜悅感 很多人是用運動 那你也可以試看看 什麼樣的運動 找一個帥一點的運動教練 然後每次看到他心情的心快感 很足 然後打喊淋漓 沖澡的時候覺得 其實這個快樂的感覺 跟吃垃圾食物真不相上一下 甚至會更好 當這樣的一個回錄呈現的時候 那麼你就有機會 戒斷掉原本讓你欲罷不能的 那樣一個東西 這個是在這本書 亞當奧特所提供給大家的方法 當然啦 每一個成語行為 都有紅蘿蔔跟棍子 找到一個新的事情 讓你有心快感 是紅蘿蔔 那後面可能要有個棍子 那在這本書裡面那個棍子就是你的同儕壓力 可能你要公告所有的朋友說 這個月我就是已經決定了 我要借斷吃垃圾食物的是這個不好的影頭 避免以後又要吃到新的化學物質 新的致癌物我要戒掉 那麼這個同儕的壓力 就有可能讓你有這種 唉唷我如果沒有做到的話 會很不好意思 除此之外他還裡面舉了一個例子 他說他有一個病人或是學生 他決定要戒掉抽菸 那他做的事情是 包了一包的支票 寫了一個很痛的一個金額 但那個支票呢 如果他有做到 他就把他兌現 然後請自己的好朋友吃一頓大餐 然後大家要給他恭喜 然後要給他餓樂啊 然後讓他很爽這樣 但如果他那個月破功 他要把這個支票寄給他 最討厭的政治人物跟政黨 這是他書裡面 那不是我方名的書裡面寫的例子 那你就感覺那個寄出去有多痛 你要把你這麼大一筆錢 送給你很討厭的人 OK 所以一個是紅蘿蔔 一個是棍子 雙管齊下之後 當然到最後你是不需要棍子的 因為那個紅蘿蔔本身就帶給你一個 同樣的心快感 而那個紅蘿蔔是健康的 是對你身體好的 是可以增進人際關係的 是不會不小心吃到自愛物質的 那以上這個可能是今天 這個蘇丹紅事件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好 那喜歡我們的頻道 可以訂閱按讚跟分享 紅蘿蔔是健康獎堂 也可以按下超級感謝 跟我們製作團隊一些支持跟鼓勵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